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绑上绳子 又将眼罩给她戴上 嘴巴上贴上了胶带 带出了卧室 离开了落脚点 她把她丢进了车里 车子驶出了庭院前往青山精神病院 夏小冉坐在车里 虽然一颗心动荡不安 但是她知道这不是地盘转移 也许她的下一站就是青山精神病院 如果圣依德让她进去的话 那么里面肯定有安排人 关键现在圣依德昏迷不醒 不知道她的处境是否还会有人关照 圣千爷 不知道你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小妖 妈妈好想你啊 夏小冉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 她被瘦子和胖子一人一边地拽着下车 走进后门 有医生来接应他们 主人说了 这个女人必须要看好 不得让任何人探视 你回去告诉主人 这个女人我会好好看守 瘦子和胖子离开之后 她被医生带走了 你叫夏小冉 她一脸戒备地望着医生 没有否认的点点头 认识汪尤真吗 你们是什么关系 别怕 汪尤真是我学姐 她事先知道你会被送到青山来 让我多多照顾你 谢谢你 被送到这里的都是有病的人 当然也有例外 你只要别用正常方式进行谈话就好了 每天装傻充愣 没有人会为难你的 我姓何 你可以叫我小何医生 谢谢你小何医生 她被小何医生拉着往前走 表现出一服痴呆的模样 小何医生 这是你新招书的病人吗 是的 是一个客户送来的 你也知道有钱人的那些事 夏小冉抓着小何的头发 傻乎乎地笑着 给你带花花 带上我花花 变漂亮 唉 还真是可怜哪 那我先带她进去登记 一日 青山精神病院里 夏小冉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晚上 她在想圣伊德的托付 在这里需要找到一个人 但是她不确定那个人到底还活着吗 夏小冉安然等到门被打开 出去活动 护士撞了她一下 你动作快一点 磨磨蹭蹭地浪费时间 夏小冉安然想了想 这应该是有纸条藏在了口袋里 嗯 姐姐 我要去厕所 要去尿尿 我带你去 你千万别尿裤子啊 夏小冉被护士带到了洗手间 今晚十点半 系统需要做调整 监控器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全部关闭 蓝贴重度病患被关在最顶层的位置 开那道门的锁的钥匙就藏在水箱里 至于你的病房门会有人打开 她看完纸条 连带昨天晚上的那一张冲入了马桶 确定冲掉之后 她抱起了水箱的盖子 发现真的有一把钥匙被粘在了反面的盖子上 她取下后偷偷摸摸地藏在了口袋中 看样子 暗中协助她完成任务的人 不止只有小和医生 还有其他人 驱车来到公司的欧阳黎 她碰见了刚来上班的盛千野 郑财 我去找过夏小强了 不过她嘴很硬 不肯说出刘雅芳的消息 盛千野正在和欧阳黎谈话 没有多久她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喂 我是盛千野 请问一下 你是盛一德的家属吗 是 我爷爷怎么样了 对不起 ICU病房无端发生了火灾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 爷爷爷不幸身亡 盛千野握住手上的手机 掉在了地上 管家压低了压舌帽 人已经替你处理干净了 今天晚上你来医院的天台 把所有资料和照片 当着我的面删除掉 否则我就去警察局举报 说是你教唆我杀人 反正我红数一条懒命 大不了拉着你一起陪葬 好啊 晚上你就来医院的地脑 我把资料和照片当着你的面小会 盛千野和欧阳黎来到了医院 半个小时后 盛池俊和沐昕也赶到了医院 千野 你爷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暂时还不知道 有三名患者遭遇了不幸 第一位是圣医德 请问圣医德的家属在场吗 盛千野走上前 他的嗓音带着哽咽 我是圣医德的家属 我 我是他孙子 消防员余夏说的话 圣千野一个字也听不到 欧阳黎跟着他们去办理了手续 圣千野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爷俩竟成了永别 人家别墅 爷爷已经放在殡仪馆了 剩下的事我会去处理 明天我让李雅薇带着安安去殡仪馆 小妖不在 曾孙辈就只能靠他成场面了 你难道不该通知夏小冉吗 现在你们还没有离婚 这么重要的场合 他作为圣家的人不该出席吗 他现在下落不明 也有可能遭遇了不测 你爷爷死的事肯定不寻常 你一定要好好调查 晚上 位于青山精神病院的房项 夏小冉一直闭着眼睛装睡 病房的门被人给打开了 门虚掩着 他快速地翻身下床 然后赤着双脚走出了病房 夏小冉他乘坐着电梯 抵达了顶楼 立刻找到了那间封闭式的独立房 他拿出了钥匙 打开了门锁 屋子里的确有个人 准确地来说 那是一个奇臭无比的男人 长长的头发 好像有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剪过 别怕 你别怕啊 是圣医德叫我来找你的 我是圣家的人 圣家你的老婆 男人哆哆嗦嗦 好像神志不是很清醒 小河医生突然闯入 他身上背着一个男人 无论怎么看 身形与蓝贴重症病房的男人非常的相似 小河医生 你这是要干嘛呀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来协助你的 现在废话首说 先办事 如果今晚将要平仍地离开青山精神病院 帮我按住这个男人 否则你将被关在这里永无天日 小河医生的吩咐 上前按住了男人 他看到他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针 迅速利落地将针头扎进了男人的脖子里 这一针下去 男人彻底地失去了知觉 小河医生背起了昏迷的男人率先出去 他们乘坐着电梯抵达了地下停车场 车辆是一辆参车 夏小河和蓝贴重症病况的男人 被安置在一堆的罗框后面 他们的头上盖着几只编织带 他开车驶出了停车场 在路障处被拦下了 后面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要用编织带盖着啊 夏小河紧张地一颗心差点跳出胸口 啊 后面是几个装菜用的罗框 你也知道 这里的食量有多大 就算病人不吃 这医生和护士总该吃吧 大哥 今天我还会去买两条石斑 算是小弟我孝敬你的 行 赶紧走 这会儿系统还没有解锁 好嘞 兄弟 他立刻坐上了车 关上车门发动了车子 小河医生把车子停在了一栋 破旧的居民楼下 跟着小河医生来到了楼上 汪油真掀开了布帘 从对面的房间走了出来 辛苦你了 万幸你能平安归来 否则这次的事啊 我真是无法向叶老爷子交代 他需要好好地替这个重要的病人进行诊疗 这是未来叶家给他的一个项目 今晚之后 他们需要离开这个地方 去乡下亲近地方 一日医务室内 三人起了个大早 所有的设备在昨天晚上都已经打包完毕 盛千野 再见 再见 A城 殡仪馆里 沐昕见到记者越来越多 他怕撑不住场面 赶紧走到了外面 拨通了李雅薇的手机 喂 伯母 好端端的 你哭个什么呀 伯母 你要替我做主呀 我不是不想跟着他们一起去殡仪馆 而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去 小眼说 一旦我出现在殡仪馆里 他就要夺走圣安的抚养权 你这个蠢货 他阻止你 你就不来了吗 现在过来 我把地址发给你 小眼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和我动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会带替你好好的照顾圣千野的 好好的霸占属于你圣家少夫人的宝座 李雅薇打车抵达的时候 沐昕走出去接他 当记者看到 不寝自来的李雅薇 他们纷纷好奇他的身份 圣夫人 请你说明一下这位小姐的身份 对啊圣夫人 这位小姐是谁呀 圣夫人 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儿媳妇和孙子 记者们的连番发问 让沐昕感到恼火 可是他也放宽了心 今天就是要借着李雅薇 来打击一下夏小染 他们早就离婚了 而这位 就是我儿子的初恋 当年老爷子刻意瞒了我们真相 将他们拆散了 早上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女孩 就是圣安安 是我的孙女 沐昕带着李雅薇走进了灵堂 圣千野看到她的出现 一张英俊的骏旁顿时拉长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